新世保區議會開局 就是昨天 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對家反對派一定 將區議會的平台 變成一個政治的舞台 跳舞 唱歌也有了 一個舞台 其實他們都很狡猾 雖然說四個臨時動議 但裡面 你再看看 一個臨時動議裡面 是包了三點 其實如果再差分 可能是六個七個臨時動議 然後就是捆綁式 要你去表態 捆綁式 第一個當然是說 什麼警報 又說要查警察 又說黑警 又說打擊言論自由 又要林鄭 要警務處處長 保安局處長 又說調查獨立委員會 現在我們是議會的極少數派 其實我們只能夠做的就是 表達我們支持警察的立場 我們更加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反對警察加身 這個其實我們一早知道 在立法會有討論 現在就區議會立法會化了 連立法會的議題都拿到區議會去討論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臨時動議 是投票 又說警暴又說另外一些事情 又重複 又重複一些政治口號 是論語政治口號 當然我們都是堅守 都是支持警察加身 一個區議會議程 只是選一個政府主席 和通過一些委員會的架構 但是居然開 就加插了很多針對警察 仇警的一些臨時動議 導致這個會議最後 我知道由9點多時開到3點多 對 開到3點多 飯都沒得吃 真的非常辛苦